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电影《冥界警局》 故事开头,一个胖子冲出房子,几个人在追胖子 晚上回到森天前,晚上主角尼克把一个金盘埋了 女妻子朱莉亚从家出来后来到警局上班 搭档鲍勃问他金子的事,在一次缉毒的过程中 两人偶然获得赞款金子 尼克在鲍勃的尽力劝阻下,仍然不想做这种事 此时收到现任的消息,他们赶去抓毒贩 在工厂顶部被鲍勃偷袭射死 他的灵魂走出工厂,被吸到天空的洞里 来到一个房间,一个女的告诉他,他死了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被审判,上天堂还是下地狱 另一个是当冥界警察 尼克因为放不下女友,决定接手到冥界警察 尚司带他参观警局时,一个怪物想逃脱,被罗伊击毙 在尚司的介绍下,两人成为搭档 但罗伊不喜欢尼克,所以要他证明自己的实力 带他来到人间去扎恶鬼 他来到人间,看到自己的葬礼上 鲍勃看到朱利亚,忍不住冲上去想与他相认 但是他好像不认识他一样 尼克难过的去问罗伊怎么回事 罗伊告诉他,这是宇宙的法则 在别人眼里,他是一个中国老人 他想透露身份,也会被和谐掉 而罗伊在人间的身份,是一个金发美女 两人在车上相互透露了自己的死法 罗伊也是被搭档射死他 所以不信任搭档 罗伊带他来到一个大厦抓鬼 罗伊和尼克进入到一个屋子 经过测试,他显露出自己的鬼样 他断了自己的手,跳楼逃生 两人也从楼上跳下 罗伊把他当电子 所以尼克很生气,打鬼发现 鬼被打吐后,出现了金盘子 他很吃惊,因为和他埋的一样 罗伊在身旁一直啰嗦 他气得把罗伊摔到车道上 罗伊的帽子被吹走了 回到警局后,上司告诉他们 波士顿来了很多恶鬼 要他们回到人间查清 尼克跟着罗伊提起金子的事 但是罗伊认为那不重要 把金子交给警局保管 经过他苦苦劝说 罗伊带他找到自己的线人 但是他也不知道金子的来历 尼克把金子留给他做调查 但是他们在楼下等线人下来 看到线人把金子交给鲍伯后追上去 发现他到尼克家,于是跟上去 鲍伯骗朱利亚说尼克曾经脱东西 然后在后院挖到金子 鲍伯拿了金子来到一个大厦 两人在后面跟踪他 一个胖子来找鲍伯拿走了金子 他们又转跟踪胖子 把他逼到后厨,质问他 胖子变成胖鬼,对街故事开头 胖鬼在街头逃脱 经过一番追逐后 尼克拿到了金子 但是胖鬼跑了 回到警局后,两人被上司责骂 经过调查,发现金子是很重要的东西 可以逆转人间与冥界 让死人回到人间,并告诉他们被停止了 不负责这个案子 尼克很失望的走了 来到一个体育场找到朱利亚 想要解释,但是他跑走了 罗伊跟着他,安慰他 但是尼克不接受 反而暗讽罗伊 罗伊很难受 走在河边唱歌 尼克找到他,向他道歉 并想与他重新解决这次危机 两人分析出,鲍伯也可能是恶鬼 只是用了某种方法保持人形 另一边,鲍伯找到胖鬼 给了他一个碎片,朱利亚此时打电话给他 他趁机约朱利亚出来 尼克和罗伊来到他家,抓住了他 他把生物拿掉后,房子崩塌了 然而拿了剩余的金子和碎片 带他回警局 在警局里,碎片和另一个碎片合在一起 发出声波,控制住所有的警察 因为恶鬼耳朵构造不同 所以没事 他联合其他恶鬼拿走了所有金子 罗伊和尼克追到人间 但是洞已经被打开了 鲍伯还叫手下抓住了朱利亚 两人赶往联邦大厦 路上被其他恶鬼纠缠 鲍伯在朱利亚面前变回模样 一番斗争来到了大厦 鲍伯将金子组合开启了逆向隧道 在尼克面前刺伤了朱利亚 罗伊承认了尼克 两人决定联手,戒血危机 尼克没子弹和鲍伯肉搏 而罗伊尽力拆除金塔 最关键时刻拆除了金塔 尼克拿起罗伊的枪射死了鲍伯 把朱利亚送到医院 结尾宁可得到上司的警告 而上司把罗伊的帽子还给了他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